河南郑州二七区接连发生多起城管粗暴执法的事件 有一个个体户的牙齿被打掉 也有个体户被城管人员扔到郊外 当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事件调查 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10月20号在郑州市河一立交桥东南角 辖区城管执法人员清理战道时 与卖鸡蛋灌饼的王良刚夫妇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冲突当中 个体户王良刚的一颗牙齿被打掉 头和面损伤 鼻梁骨骨折 其妻于翠平头皮软组直裂伤 残疾人个体户李富俊也有类似的遭遇 10月14号 辖区城管部门以擅自搭建临时商厅为由 对李富俊下达了一份责令改正通知书 限期在10月16号9点前自行拆除小铁皮房 因为行动不便 李富俊的拆除工作进行缓慢 没想到城管执法人员在15号晚 对小铁皮房提前执行了拆除 之后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随后李富俊被城管人员带到了一辆面包车上 车辆开到郊区李富俊被拉下车 周围一片漆黑 李富俊定了半天的神 在路边的一个弧形的牌子上看到了樱桃沟三个字 樱桃沟距离市区20多公里 地处偏僻 幸好他遇到好心的过路人 用电动车把他送到了郑州市区 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 李富俊才回到家 李富俊认为 辖区城管执法行为粗暴 让人无法接受 你不能让我拉到樱桃沟 你再到你再拉到樱桃沟 离家太远了 我要任何人回来 要死哪 你说咋办